创造101 也门傅京以及徐梦杰等11位 以火箭少女101 成功出道呼声最高的李子玄 高秋子王菊等人没能顺利出道 但是节目之后 个人发展的还不错 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首先是火箭少女101的排名第一 二的孟美契和吴宣宜 两人之前已经在韩国 一女团宇宙少女出道 回国之后 以练习生的身份重新开始 但是重组合的程潇小姐姐 已经在隔壁当醒了导师 这差距还真是有点大的 两人孟美琪和吴宣宜 再加上张子宁三人 还经历了退团风波 不过好在最后顺利回来了 两人的实力 是值得肯定的 跟着组合一起发专辑打歌 录节目拍广告 拿代言等资源 还是不少的 另外除了录制团宗之外 两人还跟隔壁团的 朱正廷合作的电影初恋的资源 除此之外 吴泉宜还录制了自己的固定综艺 挑战把太空相比较来说 两人的资源还是不错 第排名第三的杨 超越锦里村花等死大火 唱歌跑掉 舞蹈不行 可是还是以第三名成功出道 为什么当然是颜值了 杨超越的颜值真的无话可说 出道之后 出专辑看秀拿代言录综艺 电视剧等甚至拿到了年度影响人物的大奖总体来说 杨超越的资源算是组合里最好的了 就算是黑红人家也是走红了组合的其他成员 因为作为队长总体来说 还是很不错的段欧轩 李子廷来美云杨云情妇经 以及徐孟杰呢 都是跟着组合活动的 就是子宁因为退传风波 受到了一些影响不过小姐姐的颜值和实力很好的 所以之后的资源应该差不了的 除了火箭少女101的11位成员之外 呼声最好的李子玄 在节目以后 得资源也是相当白了 录制高能少年团天天向上完美的餐厅等综艺节目 作为家优美少女的总冠军的她业务能力 是什么强的 就是缺少点自信 希望小姐姐以后可以自信一些呼声最高的 还有王菊 王菊真的是一个另类 她不像其他小姐姐肤白帽美大长腿 她主张美黑 还会嫌弃摄像 把她拍得太白了 从开始的90多名 一落走到前20 也是很励志的节目之后 成立了个人工作人大牌代言看秀走秀 录制完美的餐厅 理查的姑妈等整体来说 王菊的资源是最好的了 还有一个刘仁与小姐姐 作为第12名无缘出道 小姐姐的创作能力和主唱能力是值得肯定的 节目之后 跟同公司成员组成团队 出道出专辑录制综艺等资源 不算多也不算少 最后一个是高颖西玩了节目 用它的表现非常不错 舞蹈能力可柔可强 节目以后出了自己的专辑 还参加了哪个节目 相比以上的人来说 资源不是特别好 但是相比未出道的人资源还挺不错的 感谢观看